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欢迎收看小伙论 我是杜真林 博马汽车近期推出了两款新电动汽车 也就是KIA EV6和Mazda MX30 以及升级版的Mazda CX8 与原厂产能有限 加上电动汽车在我国的销售比较缓慢 因此这两款新车的销售估计 将只占博马汽车总销量的一小部分 目前博马汽车有将近9000辆Mazda汽车的未完成订单 新业团研究估计 如果销售与服务税SST豁免最后一天订单大增 使未完成订单突破一万两 也不会令人感到惊讶 而该公司可能还需要7个月或更长的时间 才能够完成订单 基于今明后财政年的平均售价走高 以及估计明后财政年的销量将放款 行家上调今明财政年盈利11%和3% 并上调目标价值20级30线建议买入 结束了 结束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